干嘛躲 我去演讲的时候 在播放影片讲完了 灯一开 全场很多人躲 就赶紧躲我这个光线 为什么 今年还特别明显 小心 你的眼睛有壮观咯 胡乃文开讲咯 我是你的老朋友 胡医师 该怎么做 才能照顾好你的眼睛呢 来今天给大家介绍 第一 后眼鼓方白内障 老话都好了 第二 怎么预防白内障 第三 洗眼先方 不怕视力杀手 青光眼 我去演讲的时候 问我的观众们 你们知道 我的胡乃文开讲节目里头 点阅率最高的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们是眼睛相关的 我就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 不约而同的都讲 3C啦 3C造成了什么问题呢 来我们今天跟他就谈一谈 我还记得我以前在 就是在30多年前 我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 曾经就做过一次 雷射跟眼睛之间的关系 结果我们在检查这个动物的眼睛呢 真的是有很多的病变 那么蓝光都跟紫外线 它能够对眼睛造成伤害 尤其是长时间的紧盯着手机 或者是电脑荧幕 加拿大跟美国之间 不是有一个叫做horse shoe 在那里头有一个颈 那个颈就叫cataract cataract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白内障 白内障也用这个词 意思就是雾雾的 看着就这样 当这个看东西的时候 像是通过一个腹部去看另外一边的东西的时候 那就是雾的简直没办法 护眼骨方白内障可以好吗 来让眼睛明亮的方法 讲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我的一位朋友 他讲给我听的 他说他有一个患者 到意大利去半年 没办法接受我这位朋友的治疗 那于是他就教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做了竟然不到半年 白内障完全消失了 怎么做呢 我这朋友也教给我他怎么做的 他说眼睛闭起来 闭起来的时候呢 眼睛右转 还有呢左转 这样子右转14圈 左转14圈 转完了以后再用力扎眼睛 扎五秒放开 扎眼睛五秒再放开做五次 那么会使眼球的周围的肌肉组织啊 血液循环呢都变好了 那另外呢 还有他也教我一招 他说他也教给这一个患者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按摩眼眶周围 他说用什么 用食指在这个地方轻轻按眼眶的周围 这样子轻轻的点按 也不要太用力 这样轻轻的这样点按 点压就可以了 来回几次 大概三次到五次 这样点压 再来呢 还可以用什么 用他的这个大拇指 在这个上眉框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这样子做 也是这样点压 点压三到五次 就是这样点压 然后再来 就是在眉毛的上面这个地方 由内而外这样子拨 轻轻的拨 拨它十四下 拨完了以后呢 再往正上方这样子拨 也是一样 拨它十四下 这样子轻轻的拨 也不要用太大力气 这样有一点点拨动的 那个感觉就好 那就这样子做呢 它可以使得这个地方的神经 它的这个神经分支部分呢 都被刺激到了 这些地方的被刺激 也影响到整个眼眶里头的血液循环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这眼睛就好 所以它这个患者 竟然的在半年之内 把个白内障治好 当然大家都可以试一试看 这个药方子可以常常吃的 可以预防白内障 莲子 核桃 生山药 枸杞 褶食籽 腹盆子 胆生 抑制籽 白芙苓 就这几个分别把它杂质给去掉 并且把它延成细末 每一次拿个差不多三十公克的 来煮粥这样子吃 每天吃一次 那么我们常常一直看手机 手机上的字是多大呀 经常的我们忘记了 我们的眼睛看这个字 是很小很小的字的时候 会瞇着眼睛 而且呢会把这个脖子 用力的往下这样挤着 这样子看 这样子看的话呢 你知道吗 脖子肩颈这个地方的肌肉 紧绷了的时候 会把这里的神经也压缩住了 并且这里的血管 通往头部的血管也被阻 就是被阻断了 那么现在呢 三十五到四十岁的白内障病患 也越来越多 大概有增加的这种趋势 并且呢 有的人甚至于二十多岁 就已经开始有白内障了 一个穴位就可以让眼睛酸色疼痛 能够很快的缓解 酸色疼痛 按压什么穴呢 其实有一个 我以前在其他的节目里头 也提到过的就是 锦三穴 什么叫锦三穴呢 就是锦脖子的这里的脊柱 这个地方呢 每一节有一对神经出来 这个神经呢 第一个叫一 叫锦一 锦二 锦三 一直有锦八 因为它有七节 七节里头有八个神经 这八个神经呢 第三个神经叫锦三 锦三这个神经呢 它是通到后脑去的 所以它对于眼睛有帮助 我在那个老花眼那一集里头 有提到锦三穴 锦三穴是在耳朵上头 耳朵的对耳平上头 这个地方呢代表颈椎 颈椎呢 从下头往上面走的话呢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子有八个 那找到第三的位置 使锦三穴可以使得 进脖子这里的血液循环变好 然后跟后脑之间的关系 拉得很好的话 你的眼睛就不容易变坏 如果你人在海外 看病不像在台湾 那么方便 眼睛酸涩的时候 你就试试看 按一按锦三穴 那么可以得到 出乎意料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以前做过的 近视那一集 那它有教给你 怎么样按摩这个穴位 按压眼睛不会酸涩 我们有美国 澳洲 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的粉丝 告诉你啊 我们有几集 已经有这个英文版本了 意思就是说 它下面的subtitle 用了英文了 像是眼睛有关的老花眼 和绯闻症等等 你都可以转发给 你的外国友人 那么再来看看青光眼 有观众问到我青光眼 今天呢就在 就趁这一集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他说青光眼是 视力的隐形杀手 根据台湾的 卫生福利部的资料 我们台湾人呢 大概有30万人 患有青光眼 到现在为止 青光眼已经是 失明的第二大原因了 有一位国小 在这个小学的 高年级的学童 那么他呢 放学以后 就开始玩他的手机 又常常熬夜不睡 配眼镜后 发现到视力 仍然模糊不精 最后才发现 已经是 轻微的青光眼了 还有一位朋友分享 有位网友他分享说 那天突然来得很快 早上还在跟客户开会 开完会后 觉得头昏 头晕眩 得到休息完了以后呢 发现眼前一片黑 想说再睡一下 也许会好一点 于是躺了一下 再起来 还是一样 前面全部都是黑黑的 才知道事情严重了 大事大条啊 那从此呢 再也看不到了 原来他是 急性青光眼发作 那么这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的网友 都会问这些东西啊 其实头痛眼障 你都不要以为 只是工作疲劳 一定要当心 他是青光眼 那么我就想 青光眼到底是什么 来讲给大家听一下 眼睛里头有一个 叫做眼房 房呢有前房 有后房 那前房后房里头 都有液体 就叫做前房液 后房液 这个液体啊 它太多了的时候 那么这个压力就大 因此呢 去西方医学的医院里头 去检查 就会跟你说 那个叫做眼压太高 于是他就告诉你说 眼压太高 就是青光眼 所以青光眼 在中国古时候 有没有呢 中国古时候 没有青光眼的名字 但是它又叫 青内障 绿内障 或者叫绿风内障 青风内障 有这样子的名字 就是因为 你在看到光线的时候 一个光线 或者一个物体 它的边缘 你会看到 例如像七彩的光 那个就是青光眼的前期了 已经到了 到了那个状态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了 养生用的茶 也是治疗青光眼 白内障 古书里头写 它说菊花枸杞 蜜丸 常吃 永无目击 枸杞是不肾的 菊花呢 是秋天收的 所以它是属金 金能生水 所以也能够帮助肾变好 那青光眼 大部分都是肾的问题 所以呢 菊花枸杞茶 对于青光眼 其实也对于 其他的眼疾都有帮助 我就劝大家 你虽然没办法去 把菊花枸杞 做成蜜丸 但是呢 你自己尝尝泡个菊花枸杞茶 就这样 也可以把你的眼睛 所有的毛病 都全部一起改善了 古书里头找到的 那么这个方呢 叫做洗眼仙方 这个洗眼仙方呢 它写 它这个里面文字叙述 它说 这是德字仙传 它是说 从神仙那里传来的 凡事患 甘虚目击 或 虽然双目不见 洗到年余 它说洗一段时间 洗一年多 可以复明 那最重要的还是要你 平时的时候呢 要养心习气 切记怒脑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你不要因为一点小事 而生气 并且要养心 让自己的气息 能够很平顺 很和缓 那它说呢 洗眼的方子是非常多的 但是这一个 它说效果非常好 而且它说 当时治疗 它就已经治疗数百人 也就是治疗相当多的人了 它说成效非常好 它里头用的药物呢 就是这个清皮 把它给煎水 每逢一定的时间去洗 这些洗的时候呢 它是说 一个时间 一个时间 那例如说 真月初三了 它讲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今天的内容 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节目吗 假如喜欢 记得按订阅 并且加小铃铛 另外 我的脸书 胡乃文开讲 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 推荐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